请收看 维新世界 艺术大道 古台湾 共传天下 一家踏起 今日我们要参与师父书写第三百尊尊者的过程 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 陪伴彼此欣赏 混元禅师辉好五百罗汉尊者 龙行如意莫保 宗主开示 每幅莫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 独一无二的全法 与修行成就心法 也代表寒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 龙性 祈愿十方有人众生 时时生福会 世界安定 丰柔和平 我们维新圣教在日理年 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 我们除了在天坛 深坛 公送诸心 来为全民祈福 我们也在五月五正式一开 恭请地球五百月 五百尊者如来光降 台湾万千万佛 顾台湾的法会 在一个月前 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 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 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 也最有修行 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 我想了好久 我老祖开示 要以墨宝 写出五百罗汉 龙姓和全法的墨宝 交纸送他们 就很高兴了 所以我前天 就开始在弥陀讲堂 阿弥陀佛诸佛菩萨 龙天赋法座前 在这里生活欲供养 会好 未来hhh 宗主混元禅师 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 弥陀讲堂 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 书写末报 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 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 供应尊者光讲 辉豪完成之后 即向弟子们开示 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 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 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 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 或成道背景 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 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源 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 六十四卦卦名 找到指定尊者 让我们继续欣赏 秦摩利尊者 宗主开示 秦摩利尊者是文尊者 在高雄观音山修行 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源 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 对围则挂的位置 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 就能找到秦摩利尊者 秦摩利尊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师父提到这位尊者 够呆完 在先佛寺五百罗汉如来源 我们可以经由地面螺盘中地水湿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 就能找到义法圣尊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十一色天五笔空 十二生龙世上坑 怀我喊 向天开 《维新圣教法宝丛书禅书道集》 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五十三如来莫宝》 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 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莫宝 因天降甘露 每一幅又各自产生 独一无二的晕染莫孕 犹如上天安排 天上人间共同完成书胜 非凡的巧妙之作 在禅境书道集《五十三如来莫宝》 文元禅师自序一文中 清晰描述龙行如意莫宝的背景渊源 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 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 自民国七十一年学佛行道以来 结缘信众弟子 约以二十七万人次之多 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 心对心的不同场合 与状态之下 从心眼里 看善信弟子的心中 若隐若现之间 有龙行浮现 龙之脊背上 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 法相经营 实在不可思议 民国八十三年秋季开始 特别喜好书写 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 在书写时 于眼前 心中 任何环境场合 皆浮现龙行之字体 于大虚空之中 而且它是活跃的 有生命的 能翻云藤雾 变形虚空 奥妙无可言喻 在书写时 阴阳日日 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师婆罗尊者 宗主开示 师婆罗尊者 为文尊者 在阳明山 与观音山修行 师父提到 阳明山与观音山 两山相对 守护着台湾 在仙佛寺 五百罗汉如来源 我们可以经由 罗盘中 封择中符挂的位置 向上坡直线延伸 就能找到 师婆罗尊者 书写末宝 间隔的休息时间 师父一与同修讨论 公司工厂建设 种种规则 奠基 择日 送经祈福法仪等等 希望同修的事业体 稳定发展 平安兴盛 我又呈生归不知 你出天下平安兴 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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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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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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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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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 以身口意供养 以宗教艺术两者相容 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 全法 希望每位有缘人 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 内在体悟心法修心 多年以来 禅吉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 谨尊宗主开示 提供求子妙法 让信众同修 依寻祈福程序 在五百罗汉如来源 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 祈求心愿 求子顺利家庭圆满 阿弥陀佛 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 在花三年上三天 天门永久 日在结 祈求彼岸 慕妙法尊者 宗主开示 慕妙法尊者是文尊者 修行地在桃园归山 当我们进入禅吉山仙佛寺 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源 在地面罗盘中 找到水天须挂的位置 向上坡直线延伸 就能看见护妙法尊者 每一幅墨报都有不一样的形态 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 五百罗汉尊者如来 视线五百种姿态 样貌 竹笔画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 造就X Y Z 构成的立体空间 作品流入程度不一的景深 五百道隆形如意的流线 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 禅吉智慧 师父曾经这么开示 每一道飞沫都代表一个法 2022年 遂次任隐 正值八十高龄的师父 行道 宏道已超越四十个年头 一支行者混元禅师 谨尊教主 皇禅老祖圣事 于国立七月三十日开始 依循唯新圣教 祈求世界和平 奉请五百尊者 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纪文 这本经典中 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 手持六金重大毛笔 静心持咒 恭迎尊者光匠 天人合一 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 混元禅师 一笔辉毫五百罗汉尊者全法 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 这一系列的作品 师父皆以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为名 落款 历时整整三个月 在国立十月二十九日圆满完成 以致为谦和沉静的心 将作品供养天地 祈愿名养两界 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 细数莫薄每一笔线条 两秒钟的瞬间 能变化多样笔触 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 与全法深藏其中 宗主开示 每一道飞沫都代表一个法 今日传承于世 分享给有缘众生 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末报 是在民国八十三年十月 五十三如来等大字末报 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一百零八幅作品 2022年 文元禅师再度提笔辉豪 五百罗汉尊者 龙行如意莫报 比例雄魂苍境 时而婉转流畅 显露修行者 无比意志与决心 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 为名养两界众生 为地球世界的和平 无私无我 慈悲奉献 师父以自身展现 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 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 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祖道尊者 宗主开示 王祖道尊者是五尊者 修行地在集集大山的二间山 师父提到 我五十年前就去过集集大山 去那边工作 但没见过这位尊者 山上有很多农夫 身藏不露 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源 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 地火名仪挂的位置 向上坡直线延伸 就能找到王祖道尊者 王祖道尊者是第三百尊尊者 弟子黄贤士请示师父 何时燃放 祈愿台湾平安 顾台湾平安的鞭炮 随后颈尊开示 师父书写第三百零一尊 无构形尊者 完毕之后释放 大家一同齐心祝福台湾 以及台海两岸 与世界平平安安 以下让我们参与 当时在总本山仙佛寺 弥陀讲堂 庄严 殊胜 喜乐的过程 现在要下来一个几分钟 时间正好 好 帮我跑 恭喜 恭喜 三百位尊者都会在过台湾 他们都在找 找地方 他们要在这儿收兵 所以说来到这儿 过众生做菩萨 很出名是2008年 这些补天的时候 他们就来了 我们下来 Zither Harp 天门有幸福在劫 祈求彼岸永吉祥 无构行尊者 宗主开示 无构行尊者是五尊者 他在台湾阿里山修行 师父提到 尊者们来台湾顾众生做菩萨 都在附近要来修行 他们2008年 补天法会那时就来了 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源 我们可以经由地面大罗盘中 风则中幅挂的位置 向上坡直线延伸 就能找到无构行尊者 祈求彼岸永吉祥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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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花散烈散散天 天涡的永远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 活跃在人们的心中 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 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 龙在中华文化中 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 其实帝王之龙袍 所象征的真正禅忆 并非帝王自称为龙 而是天地万法 借机视线教化众生 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 龙性 五百罗汉墨宝 宪政于维新圣教学院 混原文化会馆一楼展出 会馆开放展出时间 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 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 来到维新圣教学院 混原文化会馆 欣赏师父传承 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 全法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诚敬仰仗 至圣王禅老祖天威 祈愿 消灾化节 解冤世节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台海两岸和谐 世界地球村 天下一家亲 风调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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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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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